这个收藏吧 这个就没什么用处了 做得很粗糙没用 早晚这个梦千斤会打掉 大家好我是老远 我们离上一次更新视频 已经过去一个冬天了 去年冬天我们使用在收拾新工坊 那么春暖花开 天已经暖和了 我们工坊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正好有时间 我们继续来更新视频 这个是我昨天在一个亲戚家里 去送我的一箱工具 这个是什么 这一袋子呢 是我在昨天在救护市场上收的工具 我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很脏 很脏 我们戴手套 这是一个鸟抱 鸟抱呢 什么牌子我们看不到 这个刷干净了以后 我怎么能看到 还能用 相对比较完整 还能用 不过这种鸟抱 随时要很大 我手里有不少 这个收藏吧 这个就没什么用处了 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 这里已经烂掉了 这里烂掉了 就不怎么太好用了 这是很老的 这是 红 我记得 哦 对 红星工具色 红星工具色 很早以前的鸡马的前身 山东的 山东的 山东产的 人钱 这种方向大扇 Streeter 都一路 同地 用家一路 布 包刃子还能用 但是没什么意义 这种包子有一个问题 这个千斤是厚加的 反而是铁压盖 这是日式的铁压盖里包的 如果用木千斤的话 必然会打掉 必然会崩边的下场 这个千斤肯定会崩掉 它就是把千斤崩掉了以后 为了还能使用 又加了一根铁的千斤 一根钉子加进去 实际上这个包子是用不了的 这个用起来很射手 很难受 可能是已经偏掉了 所以它用处不大 槽包 水量很大 我手里有不少 没什么意义 像这个缺两个雷刀 缺雷刀的话 所以拆零件用吧 没什么意义 这个槽包相对比较完整一点 还能用很细 不过槽包的尴尬在于 现在用处都不怎么太大了 没有什么槽是电风洗开不了的 修边机电风洗比较方便 然后靠山一放 刹刹就出来了 这个就很难掌握 不好用 所以这种东西实用性都不强 玩儿留着玩儿吧 这个包刀已经弯的不成样子了 弯的不成样子了 这个可以改掉做别的 这是个锯拐 这是个锯拐 锯拐做得很粗糙 没用 这是个锯拐 这是个锯拐 做得还相对比较精致一点 是鱼的 出鱼的 这个锯拐 这个还行 可以用 这个可以用 做得还算可以 这个拉包包床做得不错 人家是材料也不错 材料也不错 这个是 这个 压盖也不错 这是用大包刃改掉的 用大的包刃改掉的 这个包刃的 这里已经烂出坑了 这里已经烂出坑了 所以这个包刃的用的也不大 但是这个包床还是不错的 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用铁压盖的话 用木千斤 你是顶不住的 早晚这个木千斤会打掉 会打掉 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将来未来要用的话 还得改一下 改成木歇式 木歇式的 它有弹力 不过这个包床相对还是不错的 这需要少个合适的包刃呢 重新做一下 重新 这个还能用 这个包床也很不错 但是这个包床呢 是什么材料都看不出来 像红花梨的 是什么材料 这里裂掉 但是包床做得还不错的 唯一一个问题是 我没看到这里有它的包刃 我没看到有它的包刃 这个包刃就不见了 今天手头这几个包刃的 这里的机械包刃全都不对 全都不对 包刃全都不对 这是压盖儿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这是金码的 围房金码 老公金码 这都不是 这个都不是 没用 这里边缺包刃 我这里找到一个包刃 不知道 肯定还是不行 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这个床还不错的 这应该是新做的一个床 这个可以 留的以后 可以包刃 这是一个漏锯 用来开槽的 我们正常开槽的话 在木材开槽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简单的方法 是把一个木材呢 把一个比较直的木方 然后放到这里来 这样开槽开出来 它开槽像板用的 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现在也是 有洗到了以后 谁用它开槽 很麻烦 这是一个圆铲 漆 这好像是宁钧的 宁钧的 好像是宁钧的 圆铲 用途也不大 这是个燕尾包 可以看到 这边是左燕尾 右燕尾 这是个燕尾包 两个角都不一样 这个小一点 这个大一点 两个角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 问题是 这个燕尾包的 这个 暴刃的也没有了 这个还得自己做一个 然后燕尾包的 暴刃也不见了 不见了 这需要做一个 做一个就可以用 那个刚才 暴飞的暴刃的来做 这个都不难 这个 做一个 这是 角都不一样 燕尾包 不过燕尾包 我手里有很多 这个用处也不大 这是一块木头 这是什么材料 我看不出来 处于的 不是 着木的 这个 就是青钢 我们看到的青钢 这都是最大的特征 青钢的特征就是这样的 有细长的纹 纹路 然后这边 这里看不到 端头有辐射纹 端头有辐射纹 现在有蜡打 看不到 这都没什么 这里又是一个 鸟抱 这是个钻石的 好像是 这个镖 好像是钻石镖 鸟抱 这个也是个好 不用 这是个修班机的靠山 这个没啥用 这里是一个鸟刀子 我就是看不出这几分的鸟子 这好像二分三分鸟子 这鸟子已经砸的这样子 用处也不大了 完蛋了 这是 笨木匠就这么干活 也不加个饼 直接拿它走 这个 那块素 那块素 这个是好像 哎呀 这个是铝刀吗 这个 是这么差的 这可不是铝刀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那个鸟子 这个鸟子质量很差的 你看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里比较均匀 铝刀的工艺呢 比较均匀 工艺比较细 这个就不行了 七九八八的 这里都缺了 这个是 很明显不是后来改的 就是原来就这样 这个质量太差了 这也是一块木头 这也是青钢 这是青钢的 这块木头 没啥用 这是一个 原来是个元包的 木头 改掉了 没啥用 这个都没用 这是个勾刀 这是什么样的勾刀 不知道 这个没啥 这是原来 以前 鞭窗户 这是以前鞭窗户 打镊子的 镊子刀 以前做木窗户 镊玻璃的时候 把玻璃镶上去以后 这边有口 有做那个油镊子 然后拿它打一下 这是镊子刀 现在木窗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也没用 这种刀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这是个铝片 这是个铝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这镊子刀 这是个油壶 油壶没啥可说的 应该是还能用 收拾收拾 下次给大家演示 如何清理的 这就是质量很差的一个铲 一个扁铲 好像是铁匠自己打的 质量很差 好像还是没看到有贴缸似的 这个得清理一下 才知道有没有铁钢 质量很差 很疼 这个没用 这个镊子质量也非常差了 可以看到合放线还在 看 质量非常差 这很可能是当地人铁匠铺打的 这个镊子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啥 贴缸在这里 贴缸还是比较厚的 这个镊子如果是好的话 原来的话 如果是原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使用的太狠 所以基本上就废掉了 这是一个炒爆的包刃 炒爆的包刃 这很明显用过了 砸过了 用过的 用处也不大了 这也是个铲 这颗铝铮的铲 砸了 没用 这是个花瓣的 做窗 做窗口的包刃 这是自己磨的 磨成这种情况 做外边那个窗口 一次人出来 没用 也是没用 这是一个开孔器 这个开孔器可以自己罚的 这种开孔器是不错的 现在国外有这种 我在国内看得很少 这是一个炒爆的包刃 这个也用处也不大 这是个手 这是个钢码 这是个钢码 这个还行 比较新 钢码 好了这项工具 对这些没什么用处 这是我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是 这些是还有一部分价值的 这些已经价值不大了 这个还行 这个但是什么牌子不知道 看不出来 没牌子 不过还行 知道还可以 但是就要这个修 这些全磨完了 磨圆了 这个的包针还能用 这个能用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 这边的也不错 剩下的 都没什么意义 现在来看 能用的东西是这一堆 有点价值的 这一堆基本上就没什么价值了 用处都不大 这个呢 当个玩意儿 收藏 你要说收藏的话也行 你要说干点软木的话也可以 这个锯的阀一下 干个软木头也可以 那就贵到有用了 这里是没用的 这一堆就走了 好了 这里就是有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昨天 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在市场上 我们收到的一些 收到的一些 收工具 这个 这个工具呢 价格 收的都不贵 我这人呢 就是我看到了 就想拿 看到了 就想收起来 这个东西都给别人的话 就像这样一样 就像这种 就会这样给造掉了 这个比较可惜 那么我看到了 我就收下来 这样最起码 我能 能妥善保存 我最起码在我手里 能妥善保存 给它翻新上 使用也好 还是不使用好 最少呢 还是个能 能維持到良好的重点 这里呢 大概有 1 2 3 4 5 5支原产 这是原产 全是原产 这个原产呢 这个瓣是厚厚厢的 这个瓣是用左膜厚厢的 厢的比较差 这个瓣是原瓣 但是已经断掉 这个肯定是瓣的 拿东西瓣的 这个已经断掉了 这是圆饼 圆饼已经断掉了 这个是原产原瓶 这些是原产原瓶 这个是铝刃的 铝刃的 这几个呢 应该都是 应该都是 都是 是铝刃的原产 这个东西 也是沐墙工用的 现在已经用处不大了 用处不大 但是收一下 看到了基本上我就享受一下 5个原产 然后它有两个平产 这个是吊坝 吊坝是东北这个地方 夏天的坝呢 冬天是肯定会掉的 因为冬天太干了 我那里抽屉里放的东西 然后放的 吊坝很常见 夏天做的 木头比较潮 然后冬天 天气一干 然后坝就掉掉了 这个很正常 那么 两箱的 两箱的 枣子容易出吊坝的问题 像这种三箱 因为它中间有个轴 所以像这种东西 一般很少掉了 这也是日本人为什么做成三箱的枣子的原因 这个质量就不太好了 这个质量 原来是袖子里面 看看 袖子里面 这个质量就不好 可以看到 这个质量就很差 两边的厚薄不一样 这已经锈在里面了 所以 不能太好拿 这个看到 按照原位置给它放回去 这两把枣子 这两把枣子呢 是 三箱的 这个我不怎么太确认 这两把枣子是什么的 好像是旅刃三箱的 有这个可能 现在穿这种枣子 都按着日本货卖 这个 但是我买的价钱很便宜 这也很可能是日本的 这个 没法说 我不确认 我不确认 然后这个呢 是两把 很小的 这个裂掉了 这个我没看到了 裂掉了 这是两把很小的枣子 啊 小夹子 日式夹子 做小活用的 这个裂掉 都害下 很小的夹子 日式的做小箱子 做小小活 日式的工具做小活很舒服 很方便 日式的工具呢 适合做小活 那么小活呢 它做的比较精细啊 做的比较精巧 用起来 加入车呢 用起来也比较舒服 嗯 这是自己吊的吧 这个呢 就是 一个火齿啊 这个是 应该是老孟家自己做的火齿 这是铜的 这个齿头是铜的 我说这个铜的 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 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呢 就是 你不该 放个铜的 你用一个 元宝罗姆就好了 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拆掉 我们可以把它拆掉 以后 不知道苦 嗯 不一样 以后吧 这里按一个铜的元宝罗姆 这个东西就活了 这个东西就特别方便了 这是铜的 一个活齿 用起来很舒服 做的很好 做的非常好 挺厚的铜板 做的非常好 这几件呢 是我在昨天早晨 这几件呢 就是 昨天上午 在旧工市场 收过来的一些 老工具 嗯 好东西不多 都一半 东西都一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猜猜多少钱 大家可以猜猜这些东西 多少钱 收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了